今天很荣幸啊, angle 左你先讲两句吧 对,是这样,你反应比我还快 各位朋友,各位同道,大家好,今天是龙吟长空这个对话之实 在我们前九次的对话当中我们一直在做中意理论体系的梳理 还有相关的逻辑框架的梳理 我们可以基本上得到一下比较明确的结论 第一点 中医是先有理论再有实践 第二个是中医是个宇宙全息 这个宇宙是N为N区无成大 这个像契合的 第三个 中医的理论的核心基础 是阴阳五行 其逻辑框架 整体来讲是自洽的 它不仅是自洽 而且是他洽 而且是序洽 中医的标准化 就是与这个中医的自洽 它是相吻合的 然后就是我们在基于这个理论 基于这个理论的探讨的话 我们会逐渐会引向 这个整疗体系的规范的探讨 基于整疗规范的体系的探讨 我们最终要把整个中医的标准和体系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中医人的规则 中医人自己建立 在这么多年来 中医我们自始至终一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一直在向其他方面 在解释自己 在证明自己 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要完成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把自己说清楚 如果说我们连自己的事情都说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其他的 受科学主义影响的一些工程说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是开启我们对话的第十期 今天我们请到了刘峰老师和赵宇祥老师 我在这里简单的把这个把两位介绍一下 赵宇祥老师是北京中药大学的临床特评专家 是瑞士高等中医学院的糖尿病的专家 刘峰老师是全息生命生态文化系统集成的倡导的传播者 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 今天我们请两位从中医的临床的实证的角度 来看看我们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 提起逻辑框架 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赵宇祥孝兽 开始讲 大家好 北京我是在山西 这是上午好 这次呢 谢谢这个向总啊 再次邀请我这个给大家这个对个话 尤其是很荣幸的给刘峰老师对话 这个我是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个潘老师也在座 潘老师也是我崇拜的对象 过去我们都是非常欣赏潘老师 这个在中医里面做的这些事情 他第一次出来出道也是在瑞士 我们请他在瑞士办的第一期办 所以我这个非常这个荣幸 跟这些这个高人在一块对话 我很感激也很珍惜这点时间 那么我给潘老师呢 这我们都是中医界业内人士了 那么向总和刘峰老师 这不是中医界的人士 但是他对我们中医这个理论的构建 对中医事业 对传统文化 这么这么做这么大的努力 和贡献 我们真是第一是感到惶恐 第二是非常感激 为咱们这个中医事业 他们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 这个事情是非常好 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而且得到社会上 各方方面面的认可 还占预 所以这个事情呢 不断的做下去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的 前一段呢 我给我的同学 北中医的这个书记 谷小红 聊起这个事情 关于中医的这个 理论的这个 还有这个教学方面的改革 他们呢 也准备在北中医搞一个 像深圳市点一样的 中医教改学院 可能命名为将来的 齐荒中医学院 已经有这方面的设想 正在实施 谈到这个教改这方面 他们也认识到 从我们正规的学院角度 也认识到当前 中医的教育是存在问题的 那当然存在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理论和教材 教学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呢 这个 太老师做了一些 大量的工作 那个向总呢 在这方面做了 方方面面 做了好多的努力 我们现在这个事情 实际呢 就是做的 他们要想做的 这些事情 我们只不过是 明接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将来有可能的话 这些方面 都是可以穿插 都可以协作 都可以沟通的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意义 这个意义重大 势在必行 都在想的 这个事情 那么 我是一个临床大夫 所以呢 我在这个讲之前呢 讲理论的话 实在我是不内好 但是 我觉得你 中医的实践也好 什么也好 你必须有理论 而且这一方面 还真是我们的 需要的 因为你没有理论的指导 就不完整 你又没有理论的实践 就不全面 没有理论的指导 就不 不那个系统 所以这个理论的构建 第一 源于实践 第二 还要指导实践 咱们叫知情合一嘛 所以如果这个实践和理论 这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 所以我上次在穷里就讲 这个 我们理论构建的两个实践基础 就是说你一个中医大夫 你们不看病 你讲理论那是不行的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学院里面 好多有一部分老师 就是这种情况 那但是呢 你不看病也可以 那还有另外一个实践 就是说我 我不是中医大夫 但是我可以讲中医理论 剁界中医理论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实践 就是一个修行的实践 在生活中的一个实践 这个也是必要的 因为你有了这个实践以后 它是通的 道通了以后 你没有中医看病的实践 你有这个修为的实践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两个世界 讲完以后 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反响 所以我只能从这个实践的角度上 认识这个人 所以呢 我先讲一个 我这个遇到的 咱们的一个 现在的高人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 对中医大夫 这个水平的认识啊 我们是穿插不齐的 我们遇到的中医的 大夫的这个 这个技术 也是穿插不齐的 所以我就讲一个 我见到的 我认为当今 我见到的高人 这个高 高人是谁呢 就是咱们的 西安的吴大夫 叫吴申安 当年我在中日医院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 有一个朋友 姓张 也是我们老乡 他在这个 中日住院 当时呢 他给吴怡是朋友 那吴怡呢 副总理 就把这个吴老师呢 请到北京来看病 就问他 说 张 你要不要给看一下 我可请来一个明中医 他说好啊 那你一请来 肯定是高人啊 好中医啊 完了 这个老中医呢 就在中学好医院 去给他看病 当时呢 他的病呢 是心脏不好 这个吴老中医呢 一摸他脉 说你不管心脏不好 说你的胆囊也不好 他说 你咋知道我胆囊不好 我这这 我刚查完 确实是胆囊不好 胆囊吸肉 0.8% 然后他说 咋办呀 你咋知道我是胆囊吸肉 他说我摸脉啊 摸脉就摸出你这个胆囊不好啊 胆不好啊 他说那咋办呀 吴老师 好办 我给你扎一扎 然后就在他的手的内关穴上 扎了一针 扎了一针以后 就告诉他 起了针 告诉他说你明天 你找那个必超大夫再给你查一下 他当时就惊了 他说这么快吗 我说刚查完再找人家查 他说你查一下 看看吧 咱们看看这个效果如何 完了后他半信半疑 然后就找这个必超使 又找那个给他查必超那个医生 又去查去了 这个医生的话 说你刚查完怎么又查呀 哎 他说那个你给我查查 我这这这不放心 那好吧 然后一做必超 哎 这个大夫就愣了 说这咋回事 他说你干嘛去了 怎么这个膝肉没了 他说我没干嘛 他说就把这个过程讲了一遍 他说这个 这个吴大夫说啊 这是我的一摸我的脉 说我有胆囊 就不好 所以找了个东西 然后他说呢 他说给我扎一针 扎了一针 扎完一针以后 他让我复查 我就复查来了 哎 他说这这怎么可能啊 他这这这不可能吧 你看他刚查完 没几天 怎么这 这是0.8的膝肉 怎么就没了呢 也没做手术 这个大夫也纳闷 是他也觉得 这这太神奇了 这个 这一针 你把这个膝肉给扎没了 然后他就又告诉这个吴老 说是 哎呀 您这太厉害了 我这个复查以后 这个膝肉没了 人家大夫觉得咋回事 以为我做手术了 问我 咋治的 我说我就 把这个过程讲一遍 完了这个朋友 是我的朋友 他就给我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中日的 我经常去看 他给我讲这个事情啊 因为那是 因为那是在十五六年以前的事情很早了 所以我当时一听 我脑袋也蒙了 我说 这会有这么厉害的大夫 我说我 我作为一个中医大夫 我真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大夫 但是你说我 信吧 你说这我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大夫 你说我不信吧 这我的朋友 就相当于发生你像种生生的事情 你告诉我 你说我能不信吗 后来 我说这样吧 你把你那个 那个吴大夫的电话留给我 将来我就拜访拜访这人 我再 我再看看 这这么厉害的大夫 我得拜访拜访 后来我把这电话留上 弟子留上 又过了几年以后 好像是2020 就是我去瑞士的中间休假的 回来的时候 我就旅游 我到那个西安 我就拜访了吴大夫 找到这个吴大夫 到他家里一看 他那个诊所里面 这么一接房子 到处是景气 挂的满满的 其中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 喝影照片 到他那看病 据说当时 这个代 这个主席 到他家里面看的病 不是提了 到了北京 当时这个整个街道 都建严了 哎呀 我说这这么 这么多景气 后来我一坐那 我说吴老 我是谁谁谁 我是中日的 怎么怎么 我来拜访您的目的 说这个如此如此 这件事情 有没有 人家哈哈哈哈一笑 说有 他说有 这种事儿 也挺多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又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圣结石呀 是圣囊种 来了说 也是扎针扎好了 哎呀 我当时我说 我说你这太厉害了 我说这 我说我这个 我这就我 我对中医的认知 我就这么浮浅 我说这 这是过去听说过 华同扁券 我说没有见过 我说这您这太厉害了 我说这 我说这 这我们的中医水平 就差得太远了 我说这这这这 我就问他 我说第一 你怎么知道他 胆囊是有问题了 他说我好卖呀 我说你好卖 难道你摸到胆囊里面 那块肉吗 他说不是 我认为他就是一团石器 那一团石器呢 结成一个 他们认为的是那个肉 吸肉 我认为就是一团石器 胆囊有石器 那我说那你那那那针呢 他说那我扎那一针 我就给他气化了呀 他既然那团石器 我就能给他化掉了 哎呀 我是这个 我是这 我在这个作为一个中医大夫 我的认知都赶不上 我说何况这老百姓 这不就太神奇了吗 就这么个过程 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在我脑子里面 印象太深 就从这件事情 改变了我对中医的认知 提高了我对中医认知的水平 说中医太厉害 厉害到我们都不可想象 所以这么厉害的大夫的话 在流落到民间 而且大有人带 所以从此以后 我就认为我们这条中医水平太差 没有真正的掌握了中医的技术 中医的水平不够 从此以后我也坚定 我们中医的信念 我们中医的实践 我们中医的疗效 在我们中医的直接的 中医大夫之间的这个差异 是太大 所以我被 我对这个五老 这些前辈 还有我们中医这些高手 我是佩服的五体投机 这就改变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这个这个这个观念了 认识水平也提高了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病例 就是我们瑞士有一个黄大夫 这个黄大夫呢 他这个找这个老婆是西医大夫 然后他们俩在一块整水里面 有一天来了一个女病人 就是这个乳谢 乳谢真生 他就给他这个西医老婆 想露一手 他说你今天啊 你看着啊 你摸摸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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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谢 有多大 他老婆一摸 是吧 这个有核桃这么大 乳谢真生 乳谢流 完了说 他摸着啊 完了这个黄大夫啊 就从这个背部 给他扎了一针 扎了一针以后 他老婆以后 再摸 一下这个 这个核桃大的乳谢流啊 就消失了三分之二 剩三分之一啊 哎 倒是 他这老婆就惊了 他说你 你搞 你做啥了 你怎么这么这么快 完了 当时还生存还有护士 还有病人 还有他们四个人 哇呀 这一下就 就轰动 说 这太厉害了 这太快了 就好像魔术一样 这个德语叫 曹布拉 就是曹布拉 就是说你这是魔术吧 所以就这么快 这是瑞士 我们那个这个同事发生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故事 我们讲这个两个例子呀 这讲课以前讲这个两个例子呀 就是说 说明对我来说 这些事情啊 在我们过去的认识 是不够的 过去我们认识 说中医嘛 是吧 条条气血 西医认为我们改善改善功能 这就可以了 怎么对形态学的问题 对流的 对膝肉 有这么高的认知水平 诊断水平 而且有这么高的 这么快的 治疗水肿 所以这就是 我们对中医区 这临床的疗效 临床的水肿 应该有一个更全面 更深刻的认识 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 整体的构建 必须这些全面的 深刻的实践的基础上 还能 准确的 深刻的认识 我们中医 所以我前面呢 我就是讲了这 两个例子 给大家呢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下面呢 我就是想 从这些 临床的角度呢 谈谈 我对这个 咱们这个中医理论 构想 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想法 赵老师 可以 要不我们先请 那个刘峰老师 对你已经讲了 部分的话 然后 谈谈他的想法 好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孝总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谢谢 赵老师 这开场 非常精彩 我在过去 差不多 二十年内 我跟 大概有 上百位 中医 道医 跟合医 做过交流 我最感兴趣的 就是 像您说的 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他们要把他们最精彩的 而且甚至说最神奇的案例 来跟我做这种 据述 那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用科学的语境的逻辑 来为他们做一个解读 让一般人了解这些看似神秘的 这些运作过程的背后 其实是有科学的逻辑支持的 是可以解释的 那如果要再加上 中医的这个 这个我们中华文化的 本质的这个 阴阳五行能量 对它的阴阳五行理论 对它的解释 从两个角度 帮助现代人 了解你刚才讲的 就是中医的这种神奇 它呢 是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它是真的 在现实中 这个从眼见为实 能够当下验证 它不是一般人认为的 这个中医 只是一个慢的慢工出气活了 或者是慢慢的调理的事 调理的中医里面有它的意义 但是当下解决问题的案例 其实比比皆是 只是很多人呢 没有机会碰到这样的 那么我得解释一下这两个案例啊 首先第一个呢 这个通过摸脉 其实人的脉 是可以反映 人的周身 整体的能量结构的 因为怎么 这个宇宙是全息的 就任何局部都具有宇宙的 整体的全部信息 只是呢 对信息的分析能力 障碍了人们 对这个信息的相互关联的了解 而中医院正建立在一个 整个宇宙能量结构上的 它从最简单的能量结构 如何演化到复杂能量结构 这套理论是通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掌握到了质点的系统的 那个本质以后 然后他再去看所有的现象 之间的关联 他就能找到这种 信息之间的这个关联 所以他通过迈向 这个全部信息的反映里面 他就能找到 这个不自然的能量平衡的状态 这个能量状态 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 不自然的能量平衡 跟他相应的 跟他这个能量的 这个有相关联的 这些能量属性的部位 将产生什么样的能量聚合 他就能找到这个 彼此的关联性 这就是摸脉 通过这个枕脉 就能做到这个枕断 而且随着他的这个水平 这个人的水平 他参赐不提 有的人的枕脉 还有套路 也有些人的枕脉 他超越一般的套路 他完全是从一个 更高的境界 直接可以感受 这个能量状态的 还有些人 他直接 他不是靠 直接摸在身上这个脉 他把手搭在任何一个 位置上 甚至搭在自己身上 都能给对方枕脉 那这也就知道 为什么古代有悬丝枕脉 就说 就他拉一根线 他这只手 压着这根线 也能了解 因为这个宇宙啊 整个是一个完整的 整体能量场 整体能量场的任何局部 和全部能量之间 有着全息的关系 因为灵纬 是一个奇小无虐的质点 这个宇宙空间的 所有能量波 都会通过灵纬 这一个质点 所以灵纬这一个质点 具足宇宙中的 所有信息 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这叫宇宙全息率 它是光学全息 生物全息 所有全息的 最本质的表达 所以呢 这个枕脉的 中医里面 大量用到的一个全息品 昨天那个杨老师 讲到的人的身体局部 和不同位置的 这种背景关系 它就是一个全息概念 我们现在 大家也都知道 就现在科学也做到了 就用人的一个橡皮 组织了一些细胞 或者用人的头发 用人的皮屑 进行量子扫描 就能扫描出 这个人身上的很多问题 它所承载的这个信息 这都来源于 这个宇宙全息率 所以诊脉本身 就是我们老祖宗 早就把这个全息率掌握了 所以能够通过 任何一种局部 它通过任何一个通道 去诊断 身上的问题 都能找到 这个问题的症结 那它的精确性 在于 它对这套理论驾驭的 成熟程度 有些人呢 它看到的像是模糊的 或者感受到的能量 是模糊的 它能说个大概 但到一定程度的人呢 它能够精准的定位 而且甚至能描述到 这个病状的形状 我亲自见过一个老师 他当时我跟他说 一个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脑下谁 这边有问题 这个中级扫描CT 不是那个西级扫描CT 有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经常会有头疼 当我跟这个老师说到 我们当时在深圳 我说我一个朋友在上海 我说然后他说你等一下 那我跟你讲 他的脑垂体 这个位置长了一个瘤子 这个瘤子呢 像枣壶一样 是挂在这那些 这个上下 是边端上下的 朝下 是挂在这的 那个瘤子 那后来我就 随意识 后来我就打电话 跟那个朋友去验证 我说你这边扫描的 那个形状是什么样的 他说就跟一个枣壶似的 说的完全一样 这两个人完全没见过面 就这种中医的这种 远程的这种信息捕捉 也可以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宇宙的前期性 在于空间跟时间 是被人的意识创造的 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的整个能量场 跟你的能量场 是完全融合 那另外要跟你交流的人 只要他放空 他就能接到你的能量场的 能量分布 他就能够诊断 而这个诊断的 这接到不是从我们这来的 是因为他身上 有所有人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有所有人的信息 你是否能够寻避 通过一些检索的途径 去找到这些信息 这个对中医里面 有大量的这种逻辑关系 所以这个呢 是第一他的诊断 第二讲扎针 首先要了解 扎针要通过穴位 这个穴位是什么 穴位是高维能量和三维空间 之间的通报 就相当于我们的照相物镜 的焦点一样 我们拿了一个照相物镜 每一个照相物镜都有焦点 这个焦点 是有的 但是我们看不见 谁都看不见 那个透镜的焦点在哪 但是它有 那焦点是什么呢 是能量的集中通道 也就是个能量 它在这一点上 它是最集中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 要装上一个光栏的话 就光圈啊 设计这个光栏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光圈大小 来控制光通量 也就能量通量 能量通道 可以通过这一点来控制 那这个控制控制的什么 是这一类属性的能量 它的这个焦点 由这个点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呢 这个人的穴位 是不同能量属性的 这个焦点的位置 这个穴位 跟哪一种属性能量 它是这个能量属性的通道 另一个穴位 可能是另外一个能量属性的通道 那么经络是什么呢 是同一类能量属性的通道 就是焦点的连线 所以为什么说 硬施其血 不施其精 因为你只要在这个经上 你处理的问题 跟这个能量属性是相关的 所谓能量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宇宙空间的 最简单的能量分布 属性分布 是阴阳 但是呢 阴阳呢 它的属性呢 是极简单 现实人把握它呢 它比较复杂 所以人呢 就把这个属性呢 又降了一级 就把两个能量波的干涉 形成的五种空间 能量偏性 就整个能量平衡 是由这五种能量平衡实现的 那这五种能量呢 就是积木水和土 这五种能量 是两个能量波干涉 形成的最简单的能量结构 那这个能量结构 每一个结构的特征 就是一种偏性能量 所以呢 这个人的经络是跟这五种的偏性能量 可以对应的 啊 所以呢 如果我只要在这个经络上 我就在处理着同一类能量属性的 能量的收放 补和线 啊 就等于我可以加大这个光纤 或者缩小光纤 控制这个光通量 能量通占 啊 那我通常控制能量通量 可以达到像空间 能量的平衡 就是健康 啊 所以呢 宁时期 月不时其经 就只要在经上 就在调制这个能量 我离开经 就离开了这种能量通道了 所以我对这种能量调制作用就失去了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通过扎针 是能够调节身体的能量的这种平衡关系的 好 那么他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诊脉 他知道了他这个能量的不平衡点 啊 在这个胆的这个系列上 能量系列上 而且他能够锁定这个东西在胆上的这个淤积 这个能量的 所谓他说这个吸肉 实际是能量 共振的一种不自然的能量平衡 这种不自然的能量平衡 它有不同的层次 一开始呢 它是产生一些定理变化 啊 就是能量有些聚合 但它没成型 而聚合到一定程度呢 它会形成一种啊 叫囊种的东西 或者它成型了 但这个型的不坚固 到一定程度 这个成型继续坚固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成型 这个振动的状态 或者它的固化的状态 更强悍的时候 又形成肿瘤 那它都是因为能量不自然的能量平衡成的像 那这种能量 它是因为共振形成的 所以当用另外一种 跟它同情的共振 啊 跟它就可以把它给化解掉 啊 就因为共振特点就是说 你通过共振 你是可以把一个固化的能量 把它化解掉 就像一个石桥 啊 一队士兵啊 在整齐的步伐通过的时候 这个石桥能够塌掉 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技术啊 就通过发射一个音波 啊 在一个玻璃杯子上 当波不断调制这个这个音波的频率 调制到某一个频率的时候 这个波这个这个杯子啪啦就碎掉了 啊 这就是它跟它产生同频的时候 这种共振 采成强烈的这个能量的这种干扰 啊 这种干扰会让这个能量当时就采生 啊 这个分解 啊 所以呢 这也就是说 它那个第一通过加针 这时候加针呢 它掌握的是这个能量的补和屑 啊 就当这个能量是属于这个强度的这个需要 另外的能量来对它进行干预 啊 来把它破掉的话 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呢 是要补充能量 使这种负面的能量 或者是 或者是某种那个 呃 反向的集结 啊 把它化解 它都是用的能量平衡的概念 所以这个例子呢 非常精彩啊 就是它可以非常快的当下实践这个 但是这个加针里面 一定这个 吴一生 用到他自己的意识能量 啊 也就是他自己既然知道这个病状 也知道他的意识 要在这个当下 专注在一个什么样的能量状态下去加针 才能使得整个空间能量厂 通过这个针 啊 把这个高位能量和他的意识能量 和这个三维能量 重新 调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把它化解 啊 所以中医用的 大量是化解 不是简单的解决 不是能量的简单的置换 啊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个 它的一个特点 那后来你说一个断结石跟囊肿啊 其实都是这种 啊 都是这种叫做 所以在针灸这个技术里面 如果不了解这个整个时空能量的能量波的同频共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呢 我们从基底上有的解释起来啊 这个有时候会比较麻烦啊 因为那个其他的理论啊 我们解释了 其实有的时候是很丢性的 你比如就说气 因为一切万物都是气 只是这个气的集结形式不一样 只是这个气的集结形式不一样 就是他把他的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同步调制 就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啊那关于那个鲁建增生的这个这个案例呢也是如出一辙啊也就是说他通过这个能量的能量的这个单于能量的补现啊就可以化解人身上的这种显化的能量结构 因为显化的能量结构的背后才是隐形能量结构 隐形能量结构投影到现实就是显化的能量结构 就是我们的并告 而在隐形能量结构对它产生调制的时候 就相当于在投影员那边做了一个改变 这个想一定会变 好谢谢 谢谢这个赵老师一开始这两个精彩的案例 谢谢 好 谢谢刘老师 那个赵老师关于那个你刚才说的观点的话 好 向总你看刘老师一解释我们神奇了 你是吧 好 我这里我也提了几个问题啊 刘老师解释了非常精彩啊 这里面其实我也会提了几个问题 就是在你介绍吴大夫的这个案例的时候 其实你注意到吴大夫说 他说我敢知道一团石器 你说的是石器吧 实实在在的词吧 是水师的诗 好 就是那个曹斯的诗 是吧 对 你敢知道 是 施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后是 他把他 吴大夫把他气化了 你用的这个诗 对不对 对 所以这边就三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就是说 通过脉 是敢之气的 第二个就是说 他通过 扎针 调脉 扎针 调脉 来调气 最后把这个固体形态的吸肉 给气化了 嗯 这里面就是 刘老师用能量这个词啊 刘老师一直在讲能量 那么这个 我们姑且把这个能量跟气 刘老师所讲的这个能量 和你讲的这个气 把它把它同一化 刘老师 刘小山教授 曾经讲 这个经典中医 我们的古中医 是气化医学 那么在这个实际上 就得到了一个很充分的验证了 通过调气 很多人讲 就是中医是慢郎中 中医只能调理 但实际上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 也也包括这次在武汉的这个 这个医线啊 有这个结论 急症 重症 是中医的强项 我们古时候讲 复杯而喻 就是把一碗药 喝完了以后 把杯子 洗干净了 再扣下来 那么病就好了 那么快 这个真的已经体现出来了 还有孝之性 如风之吹云 就是 我们这个疗孝的 这个眼镜为时的 这个性质度啊 就像就像那个风来了以后 一下子就把云吹走了 就那么快 笑如扶骨嘛 还有笑如扶骨 扶骨就是敲骨 一敲骨 骨就响 这是非常快的吧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说 在我们在我们平常 这个这些例子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很多 包括我们用一支五行茶 喝两杯茶 就能把它八年的头痛病 给去掉 这些例子其实我们本来不想讲 讲了以后别人觉得我们吹牛 但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用五行茶 调别人八年的头痛病 调的是什么 其实吹牛 就是气 就是气化 就刘老师所讲的 就是能量 这里面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针灸 比如说在美国 被纳尔医保 但是西医讲的是什么 西医讲的是有效成分 我们就问一下大家 针灸 究竟给你身体里面 注入了什么有效成分呢 我把针扎进去 我又把针拔出来 看不到任何有性 有形的有效成分 但是它真的能够 大规模的同样去复制 能起作用的话 针灸一定是带入了 某种不同于有效成分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就是气 就是能量 它所起的疗效的速度 可以说让人目睹口呆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医学 跟古厂相比 不是在进步 而是在不断的退化 一方面科学在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的医学在退化 我先简单说一下 好 那个赵老师你就 因为今天从实证的角度 你看他举的例子非常好 从实证的角度去解释一下 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的问题 你也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好吗 好 下面啊 我就讲讲这方面的这个想法 个人一些体会 就是说我们中医啊 用这个现在的西医理论是解释不清楚的 但是用我们现代的科技 刘峰老师这样的这个科技 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这不就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吗 这是两个概念啊 为什么呢 因为西医现在从人体科学来讲 人体从简单的想分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中医刚才相总讲了 潘老师也一再讲 中医是气 也就是能量的这一部分 医学 但是人体呢 西医呢研究的主要是形体这一部分 解剖 组织排胎 细胞 基因 你再细 分子原子 你也是形态 看得见摸得着 拿纤维镜 高倍纤维镜 说话 再细 你也是形态的这一块 就是人体这个肉体 形体的这一块 中医是能量体 就是气体的这一块 这是中医的特赏 还有一块呢 就是人的思想 意念 灵魂 这一块 这三块 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 甚至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科学 所以它的缺项很明显 我们的 我们的核心也很明确 但是我们并不排斥 这个形体这一块 精气神吧 而且我们也在用神的这一股 比如刚才 就讲的这个 吴老的这一块 刘老师也讲到了 他很可能已经用到他自身的能量了 而且这是必然的 因为吴老师给我讲了 他说你要好好列气功 列这个太极拳 他列的是赵宝太极拳 他就点我这个事情 实际我们走的就是这个路 我们一直在修为自己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 的题目就是 以医生为研究对象的中医文献 和临床探讨 这个我提出这个新的这个研究的方法 就是刚才基于刚才这些临床的事件 就是说西医研究的人体 就是说我是医研究者 我是医生 我来研究这个病人 病人的这个形体 我来研究这个病 他研究的对象是这个 但是我们中医不是 我们中医的对象 不光研究了病 而且研究了病人 而且研究了我们医生自己 这个研究对象就扩大了 所以我们的病例的标本 我认为在一个病上 为什么同病抑制 抑病同治呢 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因素 有医生的因素 成为一个变量 所以医生特定的医生 和特等的病人 应该是一个标本 如果我再换一个医生 同样一个病人 这是另外一个标本了 这已经不是一个标本了 虽然病人是一个病人 但是医生一换 这两个场 这两个对接已经改变了 这就是我现在 写这篇文章的这个 这个意义 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了 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 中医的文献 讲的就是医生 并不是病人 因为皇帝那里面讲 什么圣人啊 什么这个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闲人啊 那五种人 那讲的就是医生啊 不是讲的病人啊 我们再举个例子 针灸里面有一句话叫 知为真者性其左 不知为真者性其右 这个左右 指的不是病人 指的是医生 就是你知道扎针的 这个懂扎针的呀 你信他的左手 你不懂扎针呢 信他的右手 因为右手是扎针的那个手 这怎么会 左手不扎针的 信这个呢 信医生的左手 不信医生的右手呢 因为我们一扎针 右手呢 怎么撵的 怎么转的 怎么弄的 都信的 怎么扎的 都讲这个 实际他左手在起作用 左手能够揣摸 按压 那个意念 是在左手起的 那个针呢 只是一个工具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给他扎进去 扎针声 怎么粘转 他的意念 是通过左手和右手的 协调体的作用 所以这里面就是心法 这里面就是医生的研究对象 还有大量的文学里面 我举了例子 和临床的探讨 就是指的医生 你医生的水平高低 你功率大小 就决定了你 疗效的如何如何 说这个因素 这是西医研究 没有注意到的 这是我们中医 中国文化 天人合一 医患合一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 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就刚才刘老师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五老 一定是在那边注入他的能量的 而且我们 还有好多例子 我就不说了 你比如说 好脉的时候一吸几次 一吸超过六次 这个脉是硕脉 一吸低于四次 这个脉是迟脉 这个呼吸 这个吸 谁的吸 医生的呼吸 绝不是病人的 是医生 以医生的呼吸 来衡量病人的制度 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他 我们经典里面讲话的这个研究的讲话的这个对象 是对着谁 他经常变换角色 不像西医呢 我就是研究的病人 病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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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病人化验 他就是这一个研究对象 而且我们中医是穿插的 一会儿说病人 一会儿说医生 一会儿说病人 医生 这些的协调和配合 所以 这个医患作为一个标本 这是我认为 有必要 在这个研究方面 应该重视的 包括一些特异功能的研究 那特异功能一换 这个事业就变了 他不是说这个事业设计变了 因为研究 参与研究的这个人性去不一样 他就变了 当年的吴老和这个刘烈红老师 在摸麦这个问题上 有过一次面 当面的一个对话 他们俩都在摸麦 当时我们写这个内征观察笔记的 这个吴明氏 就在旁边观察他们俩摸麦的状态 因为吴明氏是天幕打开的 他看到 他们俩人分别摸这个麦的时候 是有自己的能量 打到这个麦上的 然后打到麦上以后 和麦上的那个能量结合以后 才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效果 所以他观察到这个现象 所以你一个研究者 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应该观察 不光是被摸麦的那个病人 还有摸麦这个大夫 还有这个病人之间的这个相互一个能量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新办的一个认知 研究对象 得搞清楚 所以我现在又说这个事啊 下面我简单就是要从我这个角度 看看这个我们中医理论啊 您还如何购借这个事情 谈谈个人的想法 董老师啊 对 对不起 我也打断你一下啊 你说 你刚才举的 你刚才举的这个 你刚才谈的一些观点非常好 其中谈到了一个重要的 除天人合一外 还有医患合一 对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刘老师也看到他的想法 然后你再 对不起 刘老师 刘老师 请讲 谢谢赵老师啊 这一段呢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核心的点 我在一般情况下呢 没有遇到像您能够 能够把这个问题呈现的时候呢 我一般不去设计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不一定马上能够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但我觉得您理解的特别到位 啊 要不要 它特别重要 就关于医患关系的这块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 它就是一个统一能量场 啊 在这个 现在这个物理学 研究到现在的阶段 人们在研究什么呀 啊 真正的现代物理学家 已经不是牛顿力学 在研究有形物质的这个 啊 不是在这个形体层面的概念了 所以呢 西一 建立在一个啊 传统的科学的三维科学逻辑里面 它确实 步动成形体 啊 那么它对于形体与能量的直接关系 啊 这个现代物理已经打通的关系 它没有涉及 特别是现在物理正在要打通 但还没有完全打通的意识和能量的这个关系 它还是啊 这个西一就更没有在这层面啊 真正关键 建立起一个啊 有指导性的这个实践的这个理论 那么实际上呢 从那个宇宙的那个能量系统来讲啊 一切存在 全是能 而这个能量 量化 构成了这个能量的一个表达 啊 那么这个能量它的聚合 就同频共振 形成了物质 形成了物质背后的能量结构 这个能量结构 它投影在不同的环境中 显示不同的物质 啊那么同时呢这个能 这个能力波的同时出现 它的振动幅度 和它的频率 构成信息 一个正弦波 就是一个信息单元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把物质 能量 信息 这个三个东西 完全用一个东西 统一了 这个恰好是中医里面说的气 它是贯通与 一切存在 及规律的 一个表达 啊 啊在中医里面用气 那在现在科学 我们啊 把它称之为能 啊 还不是能量 它是个能啊 它能什么 什么都能 它是万能 啊 这个能啊 所以呢 气呢 无处不在 它是一切的根本 啊 所以这两件事就通了 那么这样 刚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中医实际 从一开始就打通了 形体 能量 意识之间的关系 啊 所以呢 它的意识能量 跟物质能量 之间的作用 就是一个投影关系 也就是意识能量在高维 潜意识 超意识 在高维 这个只在心理学 设计了 但这个在 跟七一之间结合 现在正在进行中 但是呢 因为它是从下 往上连接关系 它不究竟 而中医不是 中医是正站在 足够高的宇宙格局 是天人合一 是恩为恩 其无情大 建构起的 这个逻辑体系 所以它有它的完备性 和包容性 所以但是现在物理学家呢 已经开始研究 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了 所以这里边 医患同志里边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是契合的 就是量子物理实验的 实验结果 与实验人的意识相关 医生他在做了一个 生命实验的 一个实验活动 这个实验活动 一定跟他的意识相关 他的意识唯独 在哪个境界 他就能化解 在他那个境界之下的 能量结构 他的意识能量的结构 没有达到的层次 他没有办法 而那个层次 被称之为医德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医生最重要的是医德 所以说那个气功啊 练习 不是就那个练功啊 实际练的是什么呀 就是提升功德 提升功德 就是提升维度 因为在道德经里面 已经清晰的表达出了 这个宇宙空间结构 它叫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人 师人而后义 师义而后礼 道是恩文宇宙空间 恩其余无穷大的宇宙智慧 师道就离开恩维 到恩减一维 到四维 全是德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理解 什么叫德高望重 厚德载物 你的维度越高 你驾驭的空间场域就越大 差异维 就相当于人和蚂蚁之间的差异 这样我们就理解 中方社会讲到的道 这个恩维 和我们现实存在 有多么大的差异 而中医恰好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 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 中医的这个理论基础的背景 和我们现实所呈现的一切存在之间 可以说现实的一切存在 在中医的这个背后的能量体系面都极其极其极其的渺小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理解 对医生的医患同志的医生的意识能量在当下所达到的境界 是逐体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同时站在病人的角度 如果他能够跟医生的这个能量同频共振的时候 他能够全然的相信这个医生的这个对他的这种各种处理 或者一些导引的时候 那他的病的这个转化瞬间可以完成 所以这个这也就是医患同志的一个关键 我们在这个讲到的中医治疗 道医治疗里面强调两个 一个叫身心同志 一个就叫医患同志 所以您刚才把这个医患同志说到了一个特别要这个关键 而且你这样把这个话提出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我们就特别相应啊 这个这个能量场之间的关联就一下就合 那么在这里面您讲到一个知真 信其左不信其右 这里面我给你帮你解读一下 这个左右这两个字在甲骨文里面 它代表什么 甲骨文左代表归原归本 就回归本体 啊归原归本又代表延伸显化 对这个左右不止我们理为的左手右手的这个左右的概念 这个左的本质 左就代表了归原归本啊 又代表了什么呢 延伸显化 对左右这个是由甲骨文的基本符的能量属性决定的啊 他不是人给他定义贴上去的标签就是每一个能量的属性显化啊都有他这个能量属性的特征 所以这个左是有几个基本符组成的又是有另外几个基本符组成 这两两部分的基本符构成了正好相反的两个能量趋势一个叫归原归本一个叫延伸显化 归原归本被称之为天道延伸显化被称之为地道 所以天道左旋地道右旋在这一点又高度契合了啊 所以这个左右啊就皇帝内经这些经典你读他你读到哪个境界太重要了 如果你读在像上那你认为就是左手右手的事啊 你觉得这事就是一个规定你就按照左手右手你即使不理解你按照左手右手去操作 可能也能获得稍取效果 但如果你知道他的本质的时候啊他恰好代表这个宇宙的本质规律 一个是左旋归本一个是右旋显化啊 所以这样的话就能顺便您刚才说的这个 而且这里面专门说到内政观察理计无明事啊 这个我也想提一下因为无明事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宇宙全息规律 就是我们的经络和天上的星宿之间的关系 天上的星宿是什么是高维能量成我们三维物体像所有存在像的那个能量通胀的焦点 跟穴位成我们身体能量那个焦点的属性完全一样 他们完全对应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星宿跟我们身体的穴位有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这是无明事在内政观察笔记里最重要的表达啊 所以他是把宇宙人人体的整个统一场他找到这种背景关系 所以呢他呢是一个打通就刚才那个赵老师他打通了这个什么的啊 天眼打通他的那个整个实际就是他的三维能量障碍已经去掉了 他的内在是跟整个宇宙空间能量一起化的时候 他就能关到啊这个两个人 这两位人在做这个这个针灸的这个时候 他对整个能量上除了三维表象之外 他的内在能量节奏和表象之间的能量运作关系 啊他能关到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很厉害的地方啊 所以谢谢啊谢谢赵老师 好嘞太好了谢谢 谢谢刘老师又教我一下左右 我又学到左右的深刻理解了 我广是左右手的 好赵老师你讲 好 那么下面啊就说刚才接着刘老师讲的这个 这个道和医这个关系 我始终认为道体医用 医道同源 所以中医的临床啊实际是相当于啊相当于西医的病理部分 我们所有在临床中阐述的应用的辩证治疗啊 丈夫理论啊 阴阳啊 气血啊 最后归结为全部是治疗 所以在所以整在这一块呢 生理这一部分呢 相对应的应该是我们是道 道是我们中医的生理部分 中医是我们中医的病理 就是医的一个病理部分 所以道体医用 所以用从这个理论构架下来说 我觉得如果中医理论的构建 必须把道的这个理论构构构 构构出来以后 与我们中医的临床相匹配就行了 最基本的就是阴阳五行嘛 对吧 阴阳五行不是像我们现在 这个教材里面讲的什么 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热啊 凉啊 简简单单的一个五行是木头啊 金属啊 水啊 不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概念 阴阳五行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 这个道的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在中医方面的一个应用 非常具体现实的一个应用 他是从这个 这就是我们潘老师讲的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但是这个顶层设计一定是在 刘老师讲的那个高层位 高维度上的那么一个人 那么一个高人 一个高人 那个有本事的那么一个人 他设计出来 他设计出来以后 下面对应到我们临床中应用而已 所以这个阴阳五行 我们北中医有一个程瑞祥教授啊 他是有第一 他有功夫 第二 他是学数学出身的 又学了这个中医 又当了中医的教授 所以他已经把这个阴阳五行的理论啊 已经科学化 模式化 就是一个阴阳五行 就是那个正学曲线 刘老师讲到的 就是一个正学曲线 这个正学曲线 就是一个很科学的表达了一个阴阳五行的一个 一个波的一个规律 再具体点 冲下秋冬 这就是阴阳五行 这个阴阳五行不是切割的 就是哎 这这这木活土精水 这是这个 这个是这这这精 精挖水 啊 生水了 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带有个动态的 冲下秋冬 一个五行 然后再来年又一个五行 来年那个五行和前面那个五行稍有差点 体现在阴阳的细微的变化上 这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阴阳五行 所以我们构建这些理论的时候 突如我们的临床世界以后 必须对天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天是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四季 一年四季 一天 一个月 这都是一个圆的一个规律 所以能把这个圆的规律拿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个道的规律 从哲学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核心 这个哲学的哲 不是西方一 西方的那个逻辑的哲学 上面是一个口 我们叫它口哲学 我们这个哲学的核心的是心哲学 它是有框架的 它是一个整体的 它是一个物质信息能量统一的一个 以心为基础的一个哲学 所以我们叫它心哲学 我们现在我们穷里有一个中医哲学一个穷 我们在里边 经常就是要用中医的哲学 是用这个心哲学 不能用口哲学 口哲学是一个逻辑 是一个理论 我们的性哲学 是与实体对应的 所以这个中医理论的构架 我认为的 就是这个圆 这个圆 就是道里面想的那个无中生有 这个有了以后呢 一开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最后一直到 易经的那个体系 那个结构 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结构拿出来以后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道的那个体 就是那个中医的那个生理那个部分 就是那个天道 最后地道 人道 人道这一块 才体现中医治病方面的一个应用 那么在这个这个圆拿出来以后 你就把所有的中医的理论都可以放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架构 理论架构 这个圆 你比如说中间是中吧 从方位来讲 中间是中吧 从南边 上面是南 左边是东 右边是西 南 下面是北 这个圆 那个 从这个时间来说 那可以放啊 冲下秋冬 左边是冲 南边是下 右边是秋 是吧 北边是东 我们从那个丈夫来讲 可以放啊 把中医的丈夫放进去 左边是肝 右边是肺 上面是腥 下面是肾 中边是脾胃 它是从上面往下 影射的 放的 所以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 左肝右肺 和西医的肝肺 是用的是同一个词 我们学了中医以后 这个始终是这个 问题搞不清楚 怎么这 怎么就中医就左肝右肺了呢 这是 这本来是肝在右边嘛 这是肺是在两边嘛 怎么就中医从那左肝右肺了 到了毕业的时候 这个问题还是 还是个问题 因为中医之肝 非西医之肝 中医之肝是指的是 木属性下面的肝木 甚至于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左身 刚才刘老师讲到一个左右的时候 它是指着左边 的肝气 肝木 上升的间段 实际是在冲着的这一段石砖 这个东方的这个空间 时空相对应的这么一个体系里面 与肝的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它在肝的左边 右呢 是指的这个右 右侧西方 这个秋天 这个时空 指的这段 气机的用心的一个状态 这是左肝右肺的概念 并不是西医乡的 讲的那个肝脏 所以西医 中医讲的肝于气质 与西医 中医讲的那个肝脏 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有一点形态要的影射 但是没有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中医讲的心 中医讲的肾 和西医的心 不是一个概念 中医的心 包括血管 包括心主神明 是吧 这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给情质和对应 是吧 高兴了对应心 怒了对应肝 什么背了对应肾 背了对应肺 所以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体系 中医理论的构架 首先是有中医的思维 在这个体系内 我一想到 这个人 这个人眼睛不好 那我不是说 眼睛你咋了 我都想到 马上你肝有没有问题 因为肝开窍 这都是中医的 营养五星 一下就套入 我们那个体系里面去了 你有这个示威 所以我现在看病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我不那个 借病人直接的也很少 我都是网络诊疗 网络诊疗 我要两个基本要素 三个要素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给你 开药治病 什么三个要素呢 第一 你比如说向总 你说 哎 向总 我今天胃疼 好 好了 这是个主证 完了我再简单的问你 你怕冷怕热 是吧 大小便如何 这就可以了 那么我要你的生成八字 你哪一年出生的 哪一年月 年月告诉我就可以了 第二个 第三 我要你的舌相 你给我拍一个舌相 以后这三个要素 我基本上可以给你开放的了 而且效果都挺好 这就是从这个 从你的这个生成 年月 我就抓住你的体质 你这个人的特性 特点是什么 从你的症状 我就知道你的预夺 知道你的经络的问题 出现在哪 你的病障在哪 从你的舌相 我就知道你当下的状态 所以有三个要点 我基本上可以给你治病了 所以远程医疗 根本不用见病了 也不用摸麦 当然摸麦更好 是吧 摸了麦以后更好 就是说有这个 我就可以看病了 我现在基本上远程医疗 都是这么开放的 那借了病人摸摸麦 扎人针开放的更好 但是有这个环境 这就是个捕捉信息的问题 捕捉信息以后 这三个要素具备了以后 回到我这个体系里面 回到我这个园里面去 我在辩证 你是阴阳 寒热 虚实我在辩证 辩证以后 这个质量方法相应的出来了 所以包括这个园里面 也包括你的药的四七五味 包括你的穴位 包括你一系列 所有的中医的东西 经络 六经 都可以在这个园里面体现 所以我们李克老师推荐的 就是园运动 彭子怡的园运动 也是这个园 这个黄元玉的这个 四圣星园 也是这个园 这个园 刚才德瑞士讲的这个 天道地道左旋 地道右旋 包括我们宇宙的用行 都是这一个规律 而且我们用的 中医用的就是这一个规律 所以我说把这个圆 这个框架 这个构架 这个实验 这东西拿出来以后 我们就科学化了 完了 这些东西呢 必须有刘老师 这样的 其他的学科的 对中医有深刻认识的 这些高人来参与 杜鉴才行 你管靠我们 出于灵状代物是不行的 我们这方面 我们自己 管知道效果好 管知道我们 使劲的掌握能本事 治好病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方面的深入的探讨 综合性理论的构建研究 必须像中这样的 把这些能人知识 透在一起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方方面面的 各行各业的专家 有志之士 同道在一起 才能完结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就谈这个理论方面 我就提出一个 中国传统文化的 哲学体系 是有框架的 这个框架拿出来 就是我们的道的框架 就是我们中医的生理 有了生理以后 你给我们中医的临床 一对接 就可以了 但是恰恰这一部分 在我们中医 中医学院大学里面 教学是缺乏的 因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受世界观方方面面的影响 所以这部分东西 都是被删掉的 你一说到 营养五行就不深究了 一经课程 能不能进入中医 要大学 这都是和这梦迪了 你说这不就是问题吗 所以这些事情 是我们不能把握左右的 但是我们可以探讨 是吧 你看这方面 我只能提着这些个人的想法 不一定对 向总还刘老师 还潘老师 指导 再给我们说说 谢谢啊 谢谢赵老师 赵老师 我觉得你今天讲得非常好 其实你在理论上谦虚了 但是我一直认为 你的问题的本质的把握 其实是非常透彻的 而且是简明恶药 刚才其实你刚才 而且从你总的举例 到现在的一个总结来讲的话 你整体的这种逻辑性 其实是非常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包括就是说 你对这个中医里面 体系的构建这一块 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这个想法跟我们前几次了 这个诸位学者的这个探讨的话 可以说是高度契合 也就是说 我们谈中医思维 谈我们的 我们的谈话的语境是什么 就一定是回归到 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语境 中国新哲学的这种思维体系 的思维语境 这样来就能够很自然的 随到渠成的来理解我们的语境 来理解我们的 接受我们的阴阳物行 再来看我们的企划医学 再来理解能量医学 再以科学的语境 再来解释的时候 全部就通了 他的逻辑 实际上就像看到 就是完全自洽了 好的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请那个刘宏老师 再做一点评述 刘老师 好 谢谢赵老师 在这一节里开篇 赵老师讲到了这个 核心点 就是道体医用 所以呢 实际中医力本 本力造生 那中医之本是什么 阴阳五行 那么阴阳的空间拓展 就是六气 他把天道 地道 人道 这个扩展 就是天道阴阳 地道阴阳 人道阴阳 这个拓展就形成 这个六气的本质 所以他的本质 最终本质 还是归到阴阳五行上来了 所以呢 在这个阴阳五行呢 是先天 先天能量系统 最完整的表达 在后天的呈现 所以就说 后天能量 最完整的 对先天的表达 就是阴阳五行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先天后天之间的 这个一层值之间的差异 就由他来关联了 当你关联了 先天之道的时候 所以本力道升 所以中医之本 一定是立在 这个结构之上的 刚才讲到 陈瑞祥老师 我在几年前 跟陈瑞祥老师 有过这个 有个交流 也是受陈瑞祥老师的 这种启发 所以呢 像他也提到 这个正前体现 表达阴阳的 这种合理性 而且呢 对于这个 原运动的这个表达 我在好几个 这个能够通达智慧的 高人家得到了 这种护证 从甲骨文这边 还有一个从另外一个 一个老师那边 还有就是从这个 陈瑞祥老师这边 对这个原运动的本质 有了一个 这个完整的 或者相互 相互恰的 一个结论 那原是什么 在甲骨文这边 它是第三个基本符 第一个基本符 是一横 叫显化 第二个符 是一竖 叫通言 第三个基本符 就是一个原 它是什么呢 它是宇宙一切存在的 框石动变规律 就是所有宇宙存在的 运动方式 都是原运动 这个不管从微观 还是这个宏观 其他的复杂运动 都是由原运动 组合而成 而原运动 它是由震动呈现的 它由震动呈现出 这个原运动 基本属性的 而这个基本属性 它的不断的叠加 构成一切复杂的运动方式 所以这个呢 就找到了 这个原运动之本的 那左肝右肺呢 是个镜像关系 也就是在中一看到的是 能量的内在的能量结构 那么我们在三维空间 看到的是 这个能量结构 在三维空间投影的下 就像我们在镜子里面 看东西的时候 左右是颠倒的 这很正常 所以中一说的 这个肝肺的 这个能量属性 正好跟它外显的像 它是相反的 另外呢 在这个能量趋势里面 木是上升 金是下降 那这个金和木 在纵向的维度投影关系里面 木是硅本 金 是这个呈现 所以这两种 这两种趋势 正好是相反 所以呢 左肝右肺呢 又反映了出来了 不是 左肝右肺啊 也就是 左目右肌 正好就反映出了 这个天到左肩 地到右肩 那个概念 一个上 一个下 所以这也是一个 完全对应的 所以呢 这个 赵老师刚才提出的 就是先有中一的思维 这点太重要了 那中一思维 跟现代西一思维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一个是从上往下建构宇宙空间结构 一个是从下往上建构表达和描述结构 所以呢 这个这两个方向呢 相当于溶洞里的食中乳和食损 我们现在科学的实验科学 是从下往上建构 它是一个牢牢的 这只是根于三维认知系统的 但是它所有的增高 全是来自于高维 也就是上面下来的水里面的碳酸岩 那个就是灵感和直接 所以所有的科学创造 最初源于灵感 来于猜想 然后跟现实的系统 进行关联的过程 被称为科研 被称为科学研究 那么当这个关联 不断的连接起来 它就不断的从下往上 而中一呢 是从上往下 所以现在这个时空 正好是上下连接 实现通天 彻底的十度的 这个阶段了 那么在于刚才那个 到时候讲到 这个网络诊聊里边的主证 来看生成八字和舌下 这个呢 特别精妙 首先哈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生成八字 可以帮助我们诊断 我们通过高维和低维的 从影关系 我可以描述一个概念 我现在一个手 我通过投影 投影到墙上的时候 有我这个手的像 这个墙面是二维的 我在二维空间里面 也就是我墙上 我顺着这个 这个手的这个像走的时候 我走到大拇指的像 其实不知道下面遇到的是 食指的像 走到食指的像 不知道下面遇到 是中指的像 只有当我把这个过程走完 我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从大拇指到小指中间会经历什么 可是我从三维空间看的时候 只要我这个投影一投影上去 我整个这个手的这个能量场 在二维空间的分布全部注定了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升一维 当我们投影进入这个三维空间的那一瞬间 也就是我们生成八字 年月日时 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们整个在三维空间的投影的生命体 现在能量结构 全部注定 所以呢 一个精通八字的人 他知道你的八字的时候 他完全就可以知道 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 见什么人 得什么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更高一个维度 已经能够知道了 一经就是已经从更高一个维度 把这个空间 时空规律 在三维空间将呈现的时空规律 已经呈现出来了 所以精通一经的人 精通这个生成八字的人 一个优秀的老中医 他先知道你生成八字 他已经事先知道你这时候 大概该觉得什么病了 那他的精准度取决于 他自己修炼到的境界 借助一些方法 比如蚂蚁像树啊 九宫神树啊 等等 这些树子 这些树来表达 还只是停留在树上 但是真正修炼的中医 他根本不需要借这些树 他直接能看到 他直接能从高维看到 这个迷宫的下一步 下两步 下三步 将是什么啊 这是真正修炼到的境界 但是他要让现实人明白的话呢 啊 他可以借用一个理论 啊 来表达而已 啊 所以呢 生成八字 那么说呢 我们这辈子 所有事情被注定了吗 如果你不修行 就注定了 修行就是改变投影员 啊 转念啊 所以呢 那了凡四季讲的就是他通过修行把他的那个被所谓算定的命给改变了 啊 其实这个东西是科学的啊 你站在更高一个维度去理解为什么中医要用生成八字来辅助判断啊 就有一个道理 那个云南的这个瑞西德医院啊 席梅大 席梅医生 他就是啊 把这两部分融合了 他把疫经啊 用于他的诊断的一种辅助 啊 把这个生命数字作为诊断服务 所以他在这个瑞西德医院做一个整合医学医院以后 他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诊断和疗医效果 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跟瑞西德在探讨他们的这个 这个医学实践方面啊 一直在做一份工作 所以呢 这个 那么在这个 陈医生 啊 在找到 从生成八字和蛇像 主证这几个点 他是什么呢 是因为宇宙全息啊 所以可以在显化信息的焦点上找到病因 就我们在身上显化信息有很多 那这些很多的你可以介入几个点系入 然后通过这几个点的这个逻辑关系 找到他们的焦点 那个焦点实际基本就是病因 所以刚才这个这个 陈医生啊 他不是从一个点一个逻辑去做诊疗 所以他要把几个 诊疗的途径在焦点上能够找到病因 但是同一病因的对治方案一定与病人的特征能量相关 啊就是说你找到同样的病根了 但是治愈方式 治愈的这个这个疗效呃呃呃 诊疗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治疗的手段 他也有选拨好的中医是能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基和他所处的环境和现代时空的状态进行给出一个符合这个病人的特定的专属方案 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对每一个人给出的都是一个专属方案 他不是一个通用方案 所以在我们建立中医标准的时候一定会从这个角度照顾他考虑到这个部分的自由度和这个空间的预留 然后呢再把它的机理的标准化把它找到 所以中医的理论框架就是道统系统 好谢谢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啊 谢谢刘老师 今天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啊 其实从民床民床实证的角度来看待来理解我们中医理论体系核心基础 极其络极框架应该是今天这个这个这个题目完成的非常好 这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通过刘老师前面几个例子的话 其实我们感觉到可以回过到总结的几个点 第一个就像庄子所讲的通天下唯有一气而 刘老师把它称之为能量这是第一 通天下万事万物就是气 所以这个吴大夫看到的是一团湿气 西医看到的是吸肉 调气通过搭脉 通过扎针打通能量和气的这种关联 最后把这个把这个吸肉给气化了 所以中医其实又是个气化医学 第三点 这个吴大夫为什么能够把能量引入 因为吴大夫需要专注 他如何专注就需要放空 当一个人在在患者面前彻底把自己放空的时候 专注在病人身上的时候就达到了 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达到了医患合一 其实这里面就是对医生的这个修为和德行就提出很高的要求 也就是说医生的德行是跟他的治疗水平是成正比例的关系 因为当他医得越高的时候 他能够接到的宇宙的能量就越多 他能够灌输到关联到病人身上的能量也就越多 那么他的气化的效果也就越好 好 基于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最后又再回归到我们通过这些 这些实证的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中医为什么要建立基于高纬的理论 这个理论体系 为什么我们要讲义经 为什么我们要讲阴阳五行 为什么我们自然不自然的一定要谈到一些修行 他究竟是不是迷信 所以这些问题基本上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启发了 好 今天非常高兴 我觉得请到二位老师的这个这个这个背话非常精彩 明天北京时间 星期间的晚上 我们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博士 远在伦敦的韩颜刚博士和我们的刘凤老师 从五印六七的角度去谈中医理论体系建设核心技术 激起路级框架 今天是龙银长空系列对话之十 明天是十一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朋友 各位同道的这种收听 也谢谢赵老师 谢谢刘凤老师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好 各位再见 谢谢 谢谢向总 谢谢刘老师 谢谢潘老师 谢谢向总 谢谢在座的大家 谢谢向老师 谢谢 再见 谢谢 匐ri 匐ri